一杨丽花,歌仔戏国宝杨丽花的丈夫2018年去世,隔年2019年重回荧光幕演出电视剧,这是她睽違16年后再度现身,当时也说要为歌仔戏奉献心力一直努力到80岁,不过现在已故丈夫私生子官司落幕,但资深媒体人就坦言,当初杨丽花就打算让丈夫自己面对。 霸气登场,和爱图陈亚兰同台,2019年9月,国宝级歌仔戏天王杨丽花再次现身镜头前,但在这之前,她几乎都退居幕后。 歌仔戏国宝杨丽花,她有在电视在唱歌我一定要听,歌迷飞,她的声音我真的很喜欢,很爱听,因为她高音真的太干净了。 特别指导肖敬腾演唱歌仔戏主题曲,杨丽花在丈夫红文洞过世后的一年,才终于回归荧光幕前,近期脸书专页上放的也都是陈亚兰剧团相关讯息,致力推广歌仔戏,如今随着私生子官司最高法院驳回上诉,恐怕生活在先博览。 资深媒体人陈玲玲,在杨丽花认知上,那是你,红文洞以前做的事情,那你要自己去承担吗? 徐国璋如果说要争取遗产的话,很显然还有遗产官司要继续打下去。 张小燕,她是很风流酷,杨丽花,对风流。 婚前的红文洞早有四个孩子,花边新闻莫停过,也曾传出和杨丽花分居协议离婚,两人好友纪宝如还曾跳出来帮忙说话。 一人纪宝如,四,五年前我们一起吃饭,然后我就记得阿伯是个很体贴阿姨的人,强调杨丽花和红文洞间谍情深,结婚35年,是朋友眼中的模范夫妻,红文洞粗估身家60亿,现在又多了一名私生子,这下杨丽花和其他小孩恐怕会面临重新分配遗产的问题。 二名侠,一人是一男妈妈,台湾歌仔戏四大天王之一的小命令,五年前在家里跌倒,后脑勺严重撞伤,被家属发现后紧急送医,但抵达医院前已没有呼吸心跳,最终回天乏术,享受75岁。 消息一出,演艺圈好友纷纷震惊,吕雪凤气不成声,许多昔日歌仔戏搭档也哀痛万分,忠实戏迷们追思不已,人在马来西亚宣传新专辑的施亦男,听到消息后悲痛至极,马上回台处理后事,经纪人表示他很坚强,但错过母亲最后一面,终究令人心疼。 施亦男与小明明感情深厚,先前他举行紫色大道成开进记者会时,妈妈还坐在台下看着他受访,眼里尽是关爱,有次妈妈生日,施亦男更承诺要当妈妈永远的骄傲及依靠,一番话如今看来,不免令人鼻酸。 而施亦男也是演艺圈中聪明的孝子,他事业有成,认真拍摄多部戏剧,还曾推出过专辑,工作收入也都拿来支持妈妈的剧团,力挺台湾传统文化传承。 作为一代当红歌仔戏小生,小明明在戏台上演进悲欢离合,现实生活却也如戏坎坷,当年他红透半边天,追求者络绎不绝,但他偏偏爱上了曾离过婚的制作人师傅雄,遭家人极力反对, 年轻貌美的他,为了爱情,不惜未婚生子,这段过往也曾被施亦男在访问中提到,他透露妈妈怀姐姐时,躲一年偷生小孩,后来即便生下他,依然没穿过婚纱,与爸爸公开举行过婚礼,而这也成为小明明一辈子的遗憾。 施亦男年仅15岁就出道,17年前,爸爸突然因病过世,剩下他和姐姐,妈妈相依为命,不过小明明即使丧夫,仍打起精神跟孩子们一起努力,创立名下歌剧团歌仔戏圈,致力于传承台湾传统戏曲文化,一路坚强打拼。 只可惜,风光了一辈子的小明明,最终意外逝世,而他所在的唱片公司也宣布,即日起,新专辑相关宣传行程全部暂停,昔日巨星陨落,只留家人,好友及戏迷,无限追忆。 3.柳青,此前,台湾媒体报道,昔日歌仔戏小生柳青因心脏病过世,享年72岁。 他从台语电影起家,后转战小荧幕,生前曾和杨丽花、叶青、小明明并列为歌仔戏四大天王,二十多年前淡出圈子后,鲜少和圈内人往来。 据悉,柳青辞世前瘦到只剩35公斤,但亲友说他走时面容安详。 柳青曾是红极一时的歌仔戏演员,1962年,凭借台语电影《孙并下山》迅速窜红,拍摄国台语电影《近百步》,是当时影坛的一大要角。 1969年中世开播,他受邀加入中世歌剧团,与王金英成为电视歌仔戏《荧幕情侣》。 1973年时,他参加台试联合歌剧团,和杨丽花从台语片到歌仔戏,陆续合作。 直到1985年时,他转战中饰演出,最后一部作品为《汉宫院》,他在其中饰演刘盈,之后便逐渐淡出电视圈。 20多年前,柳青第一次动心脏手术,之后便淡出演艺圈,多年来未嫁,仅收养哥哥的女儿。 不过,他是出了名的疼爱孩子,和女儿及孙子孙女,全都互动得不错,平时独居,经济状况无余。 听闻他去世的消息后,昔日歌仔戏战友们文讯都很错愕,陈亚兰曾转述杨丽花心情,爱依很惊讶。 虽然很久没联络,但情依还在。 叶青和柳青在演台语片时期相识,之后柳青到中饰演电视歌仔戏,引见叶青进电视圈,让叶青就此展开长达46年的演艺之路。 叶青说,柳青扮相很帅气又美丽,我们拍台语片时年纪都很小,无忧无虑。 四,叶青,叶青出生在戏班世家,是家中四子里的老妖,常年随着戏团表演到处迁移,跑过龙套,也串场过童生,却一直没有正式成为歌仔戏班成员。 16岁那年,他出来工作赚钱,在女星江青霞介绍下,开始演台语剧,一路从小角色演到主角,遇到柳青后,幸运地被挖绞进中式歌仔戏团,从此展开他的唱戏人生。 叶青早年多饰演帅气小生,冷峻角色,参演过多部作品,包括七侠武艺,三国演艺,西汉演艺,不管是一正一邪的白玉堂,还是豪迈爽朗的关公,他都能驾驭自如,演得唯妙唯笑。 终于闯出一片天的叶青,后来自立门户,成立了叶青歌仔戏团,还多次获得金钟歌仔戏奖项。 而他最后一次演出,已是二十年前公式的情怀烟语。 当年大红大紫时,叶青甚至遭传和杨丽花有余量情节,一山不容二虎,事实上,两人都是同圈子的朋友,完全没有任何芥蒂,杨丽花好几次公演,叶青都有上台献花。 叶青还坦言,是以对待前辈的心,敬重并敬畏杨丽花。 为了完美诠释人物,叶青会去找相关历史书籍,演到关公,观音等神明,他还会吃素,沐浴,再进棚演出。 两年前,叶青在一栏开了叶青戏剧馆,后来由于疫情影响,只开了八个月,就因为没有游览车光布而彻底关门。 被问到是否要付出时,叶青连连否认,无奈表示,制作费哪可能像以前那样,他不会恋战从前,认为以后怎么走才重要。 如今已经74岁的叶青,在事业方面,已含有作品出现,近年来反倒专心经营女娲食生意。 他曾多次表示自己现在过得很舒服,很自在,叶青向来很宅,疫情期间不能出门,他反而没有不习惯的地方,女儿跟老公虽定居在上海。 但还有个侄子会来家里帮忙准备餐食。 他从十几年前开始就不碰香烟改抽烟草,平时晚睡,不太运动,也一直很少跟演艺圈有联络,最多和老友叙叙旧,比如迪美,有美方。 现在的叶青活得悠闲,对妻开头也不害怕。 他说,人活着心里快乐,年纪并不是重要的问题,那只是提醒你几岁了,应该要做什么,像年轻时可以乱讲话,老了就会被笑,年纪是给你约束自己用的。 很多人赞他看来依旧年轻好看,他也很洒脱地说,不管怎样好看,总不比以前嘛,自己都比不上自己的以前了,要是再出来被说爱,你老了,其实谁不老了,我什么都没有,但我活得很自在。 曾经的四大歌仔戏天王,有的已经辞世,有的人在好好生活,但不管怎样,他们的作品已然成为了一大经典,永远留在了观众心中。